借淫好处不可思议 男人借色五年 相貌俊伟 日尽斗金 作者 易明 人其实不怕会犯错 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俗子 在所难免 只怕是一犯再犯 不知调整或悔改 特别是在如今充满各种诱惑的年代 无论男女 均亦犯错 真正能抵挡住财色诱惑的人 都值得尊敬 就好比在婚姻外面 红杏出墙或捏花惹草之事极其普遍 当金社会银心泛滥 真是害人不浅 这是一段既灰暗又令人作呕的经历 因为那是难言的耻辱和深深的伤痛 可是我必须要把它展示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期 很小的时候就对女孩感兴趣 伴随住年龄的增长 这种兴趣也在不断的增长 大概十四五岁就有强烈的邪淫心产生 而且这种念头像恶魔一样缠绕不去 在那个比较封闭的时期 你看不到性感的女人在街上走来走去 莫有淫秽光碟和电视 就是电影也难得一线能勾起淫念的东西 但是我的邪淫之心并未因此而不生或是有所减轻 由此可知淫乃人之深重习气 无有外在诱因尚且如此剧烈 何况时常能得闻淫生得现淫像 幸开放得一塌糊涂的今天 不过经验告诉我 无论邪淫有多重 只要有决心和正确的方法 是完全可以戒断的 后面将详述 尖子声名洛孙山 我已记不清第一次守淫的确切时间 应该不会超过15岁 本人是那种典型的东北汉子形象 体格健壮 性情豪放 而且面容俊朗 我指的是守淫之前 自从染上这种恶习以后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淫欲仿佛决堤之河 脱江之马 私淫、易淫、守淫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而且越来越严重 虽然守淫能带来短暂的兴奋和快感 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十分讨厌这种恶劣的行为 曾经无数次打算戒断却从未逃脱过淫魔的控制 对于一个血气未刚筋骨未成的青少年 怎能经得起如此狂泻 学习成绩很快就急转直下 由原来的全年级的前机名变成了落后生 终日无精打采 上课不能集中精力听讲 放学不完成作业 因频繁守淫而导致身心极度疲惫 只有依靠多睡才好一点儿 由此右眼变成逃客 特别是高中的最后两年 更是不求学业 以追求女生为乐 到头来落的各名落孙山 正应了文昌帝君的名言天道获淫 其报甚诉 由于父母不甘心 劝我复读 结果依旧是财明两空 本人的经济条件还可以 上学不存在经济问题 那时的学杂费也相当低廉 便丑到老朋友都认不出 经过两次的高考失败 我决定弃学上班 那时候的工作是很容易找的 很快我就在一家事业单位 当上了一名技术工人 工作非常辛苦 但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手银的恶习 使我感到十分困扰和无奈 戒断的决心下了不少可收效甚微 而手银所带来的身心伤害却是巨大的 精神状态差极了 心中总是阴暗的 仿佛被一条又粗又脏而又无形的绳索紧紧捆绑住 再有就是容貌的变化 以前的俊朗不现了 替而代之的是面容的扭曲和满脸的青春痘以及琢瘡 很多与我分别多年的朋友几乎不敢认我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过 凡是邪淫很重的人 军面色尾 黄 憔悴 而且表情猥云 令人心生厌恶 似乎有某种不祥的东西龙罩住全身 在染上手银后不久又先后染上了酒 烟 毒 终于五毒俱全 也彻底变成了社会垃圾 而酒又注银 银又炼酒 用一句话高度概括当时我的情况就是 行尸走肉 婚事一波三折工作处处不顺 随住年龄的增长 逐渐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富裕 父母均为国家公务人员 收入不低而且人口又少 这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是不多现的 因此并不缺女朋友 可就是婚姻难成 总是一波三折 其中有两个对象一切准备就续 马上就要完婚时却突然分手 耗费了相当可观的钱财和精力 弄得我到了谈婚色变的程度 工作方面也是颇多不顺 酗酒赌博经常误事 莫有得到领导的重用和信任 还常常被排挤 几乎是处处不如意 但有一点需要交代给大家 尽管我相处过很多女友 却从未悔过她们的清白 有几次险情都控制住了 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姓慎 26岁那年认识了现在的太太 结婚之路也是相当坎坷 以至中途有击次又险些分手 结婚以后也是吵闹不断 当时婚接在父母家 婆媳不合 书嫂不合又导致母子兄弟间的矛盾 最终大家不欢而散 我们另起炉灶 烦恼却依旧不断 下岗 妻子流产或不单行 我是一个对酒精注魔的人 也就是老百姓平时说的有酒瘾的人 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自己丈夫喝大酒 如果遇上了并且还不打算离婚 那就只有打闹度日了 而我们正是这样生活的 俗话说 乌漏偏逢连姻语 没有多久我们单位精简 我又下岗了 几乎同时我们怀孕五个月的孩子又流了产 总之 不如意的事实有五 破余生计我干起了又小又苦的买卖 因本人头脑灵活 吃苦耐劳而且口才出众 收入用于维持生活还是莫有问题的 尽管生活如此劳累 可是手淫的恶习依旧莫有改变 直到这时我才深深的体会到 染上一种恶习容易 若是想去掉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像烟酒手淫 误入歧途临并缠身 人的一生要面对很多看似美好而实际凶险的诱惑 如果我们莫有正确人生观或是足够的定力 误入歧途是很容易的 做生意莫多久 便结识一年轻女子 并很快与之有染 此女人也不要前就未完 后来才知道她同时与多个男人保持住这种关系 那种丑行干了几次以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头 先是身体灼热刺痛 然后有白色灼液流出 迫于面子始终不敢去医院就医 后来被太太发觉劝制医院 诊断结果是 临病 更可怕的是太太也被我传染 原已未婚姻走到了尽头 毕竟这种事是很难被对方接受的 但是太太却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和大度 并百般的安慰我 几乎没有什么埋怨的话语 令我十分感动 经过积极的治疗 在几乎花掉了全部积蓄后 临病得到了康复 可是因临病引起的后疑症却挥之不去 据医学权威证实 那个年代的临病病毒是很脆弱的 只要及时治疗大多效果都很好 后疑症除外 但是 现在的临病病毒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急降的耐药性 还伴有之原体 医原体感染等 治愈是相当困难的 引起的后疑症也非常严重 我的临病虽愈 但整个人的免疫系统被破坏 接踵而来的后疑症更加厉害 比如前列腺炎 白菜式病 一种严重的口腔溃疡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皮肤病 心率失常 听力下降 使用抗生素导致 内分泌失掉 失眠健忘等等 我得临病以前可以说见状如牛 连感冒这样的小毛病都很少得 所以我真诚奉劝那些想一夜情 素季嫖娼的朋友们 无论多么有诱惑力 与过后的痛苦相比 不过是百万分之一罢了 这还只是的个临病 何况染上那些终生不能治愈甚至可以夺取性命的霉毒 艾滋病 慎行 慎行啊 这种惨痛教训应该足以痛彻骨髓令人警醒了吧 遗憾的是情况并未如此 不久我借助朋友的介绍进入医药领域 这一行业很讲究吃喝玩乐 尤其在有生意发生时 公胡交错 卡拉OK 知识更是难免 由于有了前面的教训对性的谨慎程度也提高了很多 然而 久又让这种谨慎变成无所谓 每当久过三巡之后 邪淫之心便被勾起 而且无法控制 就这样 我的婚外情刚结束又开始嫖娼 在此后的三年里 手中所积累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此世上 而且由于邪淫 生意惨淡 几乎入不敷出 在此期间临病又一次复发 因治疗及时而育 索性未传给太太 也未被太太发掘 但内心却愧疚无比 总是觉得亏欠太太的太多 但是这种愧疚感会随住酒的下肚 而被冲淡甚至消失 继而一次又一次的犯错 又一次次的悔恨 这样的折磨非常难以忍受 那种状况完全可以用生不如死来形容 我就是在这样状态下肚过了三年 我要把自己变回人 对于自己糜烂的生活 我也十分厌恶 曾多次下决心改变这种生活方式 都因决心不彻底而告失败 这是正常人的活法吗 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我常常折磨问自己 一种渴望改邪归正的强烈愿望 终于在那一天爆发 2001年12月15日午夜 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萦绕脑迹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羞愧 悔恨 无地自容 自己曾经是人 现在是禽兽 我一定要把自己再变回人 我悄悄地下床 走到冰冷的凉台面 对祝夜空跪了下来 用一根缝衣针在手指上 深深扎了一下 血顺祝针孔流到水泥地上 然后对祝天空庄严地 做了下面的承诺 我从即刻起 一定要做个好人 今生今世不饮酒 不嫖娼 不赌博 不守淫 不吸烟 求天地为正 令我无比欣慰和自豪的是 从那一刻起 我开始严格履行诺言 至今已五年有余 期间从无悔犯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历程 我承认这个过程充满艰辛 也正因如此收获是巨大 和不可想象的 二 经验片 白酒一斤不醉 香烟每日两包 染身已二十余年 成瘾之身显而易现 阶段一时 感觉自己的生活突然失去了太多东西 有一种手足无措之感 浑身上下无有自在处 似乎家空了 世界也空了 这样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不都在吃喝玩乐吗 我干嘛要这么苦自己 我时常这样想 可是一想到自己的承诺悔意便箭淡了 咬住牙 一次次挺了过来 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我觉得当你决定要改变自己的那一刻起 便以大敌当前 而最大之敌恰恰是我们自己的习气 外界的诱惑是时时刻刻存在的 是否就范只需以那硬罢了 而那硬就是自己的习气 控制住自己的习气 你就控制了一切 对自己的考验是无处不在的 而最难把握的是一些极端性场面 比方说重大节日 大型亲朋聚会 合作伙伴之间的吃喝往来 独自出门远行等 坦诚的讲 戒断的前半年几乎不敢参加什么这样那样的聚会 害怕自己挺不过去 总是找一切借口推脱 虽有成效 但总不是办法 一定有推脱不掉的时候 无奈只有硬住头皮赋咽 开什么玩笑 你不抽烟不喝酒了 别装了 马上浅一杯 你小子有两千瞧不起咱哥们了 少扯别的 喝了这杯再说远的不说 就连自己父母都不相信我能做到 因为他们知道烟酒对于我来说如同生命 以前他们常说你要能戒烟酒 我们能戒饭 因此一席之间到酒地烟者无有间断 这个时候除了忍耐就是忍耐 解释是徒劳的 成功莫有洁净可走 忍耐二字而已 席间是很尴尬的 但如果能坚持过来 感觉无遗余打一场胜仗 在这众场合坚持过来以后 你的自信心会得到极大提升 感觉应该像赢了一场大仗 像以上的这样做法运用机次后 那些生活糜烂的酒肉朋友就再也不会来找你了 自然就从恶友中解脱了 还有独自一人时也是相当危险的 本人因生意关系常出门在外 所住皆是高档宾馆 戒断后经济状况有极大改善 当然免不了有小姐招嫖的电话骚扰 虽也浴火焚身 但都被我控制住了 我为什么现在能抵挡住 诱惑而过去不能呢 我常这样问自己 得出的结论是 源于不饮酒 所以我认为要戒邪银先戒酒 酒若不戒无有是处 戒色先戒酒 戒除一种染身多年的习惯是很困难的 在我戒酒的五年里感触颇深 当然正因为难才显得可贵 我愿把戒酒的一点而经验和感受说出来 供养给饱受酒精折磨的朋友们 每当我看到 听到 嗅到乃至想到酒 口水便会情不自禁地从舌下涌出 骑士甚猛 犹如口渴之人想到山楂杨梅一般 我非常清楚自己对酒的依赖已深入骨髓 若不经过一番大折磨和大毅力是无法戒除的 所以我有与酒做长期抗争的准备 每次因撕炼酒的甘美而产生的口水 会自然而然地咽下 这毫无疑问是很正常的 但是因缠炼酒的美味而生的口水 咽得越多就越发的产酒 如果不加以控制再照此下去会抵挡不住的 经过琢磨我使用了下面的方法 而且十分有效 至今仍在沿用 当口水产生时马上转念想酒是这个世界上最毒的毒药 已有无数人因它而丧命 现在的口水就是以前喝下的毒酒 莫有人喜欢喝下与毒有关的东西 然后找个方便的地方吐掉 千万不要咽下 久而久之 对酒的反应会越来越迟钝 产生的口水也会很少了 如果不方便吐掉 马上把口水转念成泉水饮料类 然后再咽下 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如吐掉效果好 因酒而产生的口水 尽管不是酒但长期下咽会发生意时上的鸡肋 使你对酒的依恋非但不能减轻 反而会加重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 是酒精把他们的优秀泡成了铁秀 岂不可悲 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 每当看到有人在痛饮之时 千万陌生羡慕之意 想想他们酒后的丑态 你离酒就会越来越远了 如果我们把酒借迟牢了 借银会变得容易许多 用现代的话讲 我们的冲动指数会大大下降 理性也会越来越强 定力将得到提高 我是一个邪淫心很重的人 并饱受引火焚身的折磨 但通过借邪银和节制夫期间的正淫 感触非常深 除了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外 心灵也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深可死戒不可破 戒断任何一种多年养成的恶习都是很困难的 但通过努力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持戒的定力到底有多大了 可以在梦中找到答案 古德说梦中有一分定力 醒后就有十分 从我戒烟酒邪银至今不知做了多少与此有关的梦 前妻无法自控 不过 随住时间的推移 我曾经多次拒绝过美酒 甚至多次拒绝过主动头怀送抱的女子 以上之言可表天地神明 绝无虚言 但遗憾的是对于香烟 我却从未有过拒绝的记录 只要有人递烟就毫不犹豫地接而息之 我戒烟的决心和时间与酒邪银莫有两样 但对烟的抵抗能力几乎未灵 直到前几天我还在梦中吸他人递来的香烟 由此可知人对烟的依赖和烟对人的危害程度是多么巨大 简直可以说是撤入骨髓中之骨髓 这还只是普通香烟 毒品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认为戒烟是最困难的 我们会在除睡觉外的一切时连想到他 而且身边到处都是吸烟的人 能勾起烟瘾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戒烟我莫有什么好的经验告诉大家 能一直挺到现在 全靠一个信念 遵守自己的承诺是我今生最重要的事 身可死 戒不可破 戒色之后定回报风后 我戒断大概半年左右生意就出现了转机 从原来的勉强维持到日进千元 我目前已经相当富裕 容貌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由邪淫时的丑陋变成众人揭夸的模样 有人甚至认为我做过整容术 真是莫大的冤枉 这也正印证了那句古语命有几定 相由心生 当我放弃了丑恶 真善美就自然而然的显露出来了 精力也开始用到正式上 对妻子也发自内心的体贴了 也开始真正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了 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肩膀上担负住家庭与社会两重永远泄不掉的责任 不是我选择了责任 而是这重责任一直在坚确默有被承担 当我们真正承担了这重责任的时候 就再不会做危害自己 家庭和社会的事情了 而我们的责任感和遵守承诺此刻会合而为一 并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主流 这时 一个正气凛然的全新的自我就真正复活了 也许是正气足邪气消的缘故 我能明显感觉到做很多事都非常顺畅 仿佛天柱一般 持戒对于灯红酒绿 物欲横流的末法众生来讲的却很困难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能坚定的持而不犯 所得到的回报也是特别丰厚的 五年的时间很短暂 也并不意味住持戒就成功了 因为与欲望之间的斗争是终生的 不到生命的尽头是不能延胜的 不过 随着持戒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信心再增加 信心的增长反过来又会促进我们持戒 这样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之中 定力也会得到极大提高 同时还会有更加惊奇的发现 以前一些不懂的内容居然无师自通 这是千真万确的 惊艳 别为破戒找理由 戒断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找破戒的理由 莫有特例 护持我们的承诺和誓言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破戒就变得不可能了 这是一个诚信缺乏 道德沦丧的社会时期 而持戒本身就是一种诚信和对道德的尊重 当持戒越来越深 感应也会越来越多 在我抵御住极其难以抵抗的诱惑后 一个人独处并回想起这件事 泪水会情不自禁夺旷而出 这是感动的泪 是自豪的泪 是守住了尊严的泪 虽说难而有泪不倾淌 然而只有我最清楚这眼泪的内涵 感动我落泪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我终于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 我终于打败了从前魔鬼般的自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胜利 比这更值得庆贺和骄傲 此刻的泪水仿佛是以鼓鼓甘泉 当迪住这颗曾经污浊的心灵 使这颗心变得纯净 坚定和踏实 我体验过财源滚滚而来的喜悦 但不及此千万分之一 绝无虚言 如果大家能真诚持戒而不悔犯 到时一定会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只求后半生问心无愧 太太曾经这样问过我 你这魔年轻 就给自己定下了那么多的清规戒律 不觉得太亏自己了吗 你这魔作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呢 我说 这样做也许是现在亏了自己 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一生一世亏自己 如果我今生能遵守 诺言持戒不悔并且尽力行善的话 这颗心会变得纯洁善良 我的后半生会过得自在 踏实 问心无愧 我本打算年龄再大一些 持戒时间再长一些时 再把经验和感受写出来发表 以报答天地父母之恩 可是我发现很多朋友都有住和我从前一样的苦恼和痛苦 思前想后决定把这一切写出来供养给大家 希望广大有缘的朋友们能够坚定借银色的信心 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研助正确的人生方向前进 还自己一个美好的人生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